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熊观影》,我是阿翔 本期我们继续来看高分美剧《一泛追踪》第二季的第十七集 暴风雨席卷了东南部城市 难得遇上没有号码的几天 翟总特别给小熊穿上参集人服务权背心 把他带去看了一场老电影 他管这叫雨天活动 可惜,山奥的文艺片不适合李四 他就喜欢简单粗暴的西部往事 动作多,字幕少 自从上次之后,销就变得毫无音讯 机器也不给号了 李四说,没准他们已经成功进化社会了 翟总当然不会这么想 他倒是担心上次卡拉上传的网络的病毒 会间接感染到机器 刚说到这儿,身边的公用电话就响了 号码不来则已,一来就是一串 而且是六个完全没有联系的人 李四不禁怀疑,机器是不是真的发了神经 这次的六个目标分别生活在不同城市 其中三个已经出现在了失踪人口名单里 另有两个在网上完全没了资料 唯一一个能确定住址的 是一个叫洛林斯的股东商 李四打算先从他下手 另外翟总将其他五人的信息传给了卡姐调查 洛林斯的家里空无一人 岛下的垃圾桶被人翻过 李四在那里找到一张 过于欧文岛的出租物业单 翟总查到他在不久前 刚刚刷卡买了去那里的车票 在这种暴风雨天气上岛 他很可能在躲避什么人 于是李四马上启程 赶往欧文岛 卡姐拜托莫斯 从FBI的失踪人口库那里 查到了三名失踪者的资料 案件从七年前 一个斯坦福毕业生开始 处理这一系列案件的探员名叫费一 他曾做过一份很长的报告 发现几个案件有一定共性 相场都有损毁的照片 和网络资料被破坏的情况 卡姐联系了费一本人 但他不怎么愿意与纽约警察合作 因为之前他们对他的报告毫不在意 由于卡姐碰了钉子 翟总打算再到洛林斯家里看看 与此同时 李四已经感到了风雨交加的欧文岛 屋子里正如费一所说 没有任何照片 不过翟总在地下室 找到了一些装着相框的箱子 这些空相框在其他失踪者家里也有 有人刻意地抽走了照片 就在这时 小熊对着前面狂吠 翟总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焚化炉 其中既然有一些烧毁的人体骨骼 牙齿还清晰可见 李四在洛林斯租赁的房子里 撞见一个男人 一了解才知道 他就是探员费一 和李四一样也在寻找洛林斯 李四用法警的会章唬住了费一 两人临时合作 开始搜查房子 因为失踪案不受重视 分一只好自己来跑外勤 他相信 洛林斯与一系列失踪案件有关 由于焚化炉的温度不够 没能破坏掉牙幼稚 如果这些牙齿属于洛林斯 那他应该已经死了 从手法上看 凶手不仅是要杀人 而是要受害者完全消失 那他极有可能会假冒受害者的身份 如果失踪的人都已经被害 那这个凶手 就是一个伪造身份的连魂杀人狂 想到这里 翟总开始担心李四的安全 害怕他会在欧文岛碰见凶手 暴风雨导致信号和交通中断 翟总只能找出他的飞行驾照 开四人飞机赶去那里 岛上的警察正在疏散各处的居民 警局里只剩一个女探长在值班 而他对洛林斯根本没印象 而且租客们早就应该撤完了 女探长没有药管的意思 飞一偷偷告诉李四 他们要找的并不是普通的失踪人口 而是一个连活案件的受害者 不久后 医生没能及时撤走的岛民 陆续被滞留在警局 一对车子出故障的新婚夫妻 超市男老板和女员工 前来巡查工程进度的地产商 一个想要强行开船的船夫 以及藏在船上的偷渡客 按照洛林斯到达这里的时间来看 如果他没有在疏散的岛民之中 那么极有可能就在这些滞留者中 回到警局 李四发现刚刚在小岛破江的翟总 被当成违法降落者 靠在了警局 眼睛不好使得他 把中兴广场的地面 当成了水面 翟总这次使用的身份 是全国风暴追逐和记录协会会员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追风的汉子 这不但为他在暴风雨里开飞机 制造了合理的理由 顺便还能把那对测量仪器带过来 李四只好利用同行的身份 劝尼探长暂时放了翟总 他们的主要任务 是找到那个凶手 翟总告诉李四 那些没刷完的牙齿 属于真正的格林斯 他和其他五人一样 被一个连环杀手所害 之后还被他冒冲身份 机器给出六个号码 是想告诉他们 凶手还会继续他的暴行 而且他无法确定 眼下这个凶手 是以哪种身份在生活 不久后 飞翼在仓库发现一堆 没烧进的证件 证实了李四的 他就在这个地方分会证据 更加证实了李四的猜测 凶手就在被困的几人当中 他可能扮成任何一种角色 于是 李四要飞翼对被困者进行审讯 由于翟总是在他们之后到达这里 自然被排除在协议人之外 而且他的那些设备经过改装 能利用地震侦测的功能 当成测谎仪来用 飞翼一边穿上防弹衣 一边对李四说 他大部分时间都做文质工作 现在要面对一个杀手 还是不得不防 接下来就是一轮审讯工作 超市的老板和女员工是本地人 已经在这里工作很久了 先婚夫妻很熟悉彼此 回答问题相当默契 都不像独来独往的凶手 船夫显得有些紧张 测试仪出现了一些波动 但女探察很信任他 他在这里跑船已经五年了 没有过不良行为 他反而觉得 那个地产商虽然在这里有房子 但从来没见过人 船上的偷渡客也行迹可疑 他们更有可能是凶手 另一边的纽约警局 看见还在追查其他失踪者 一些证据渐渐浮出睡面 罗林斯家门口的监控 拍到一些镜头 证明他的身高和惯用手 都发生过变化 七年前失踪的大学生 导师反映他在毕业前换过室友 而那个室友的资料在学生档案里查不到 这些证据都表明 凶手杀害并冒充了他们 卡姐想把查到的东西告诉李斯 但由于信号太差 女探长只能从对讲中 听到卡姐模糊的声音 李斯刚要截起来 警局就在这时断了电 卡姐联系不上李斯 决定亲自到欧文岛看看情况 一整天都没能和他说上话的笔车 要求亲自送他过去 李斯打着灯去到仓库 发现有人故意关掉了发电机 重新启动之后 他们发现女探长已经被人刺死在值班室 这下几个被困者开始慌了 他们开始互相指正对方 超市老板怀疑地产商 他却说自己在纽约的几百个客户 都能证明他的身份 女员工怀疑新婚丈夫 说的是生面孔 妻子却极力为了辩护 丈夫提到 女探长是被刀刺死的 先要查查知道是谁的 李斯认的 这是一把兰博刀 普通商店是买不到的 平常人也不会携带这种武器 说完 他就朝偷渡客走去 过了几招之后 李斯制服了他 并发现了他手臂上的纹身 再加上他背包上的地形环 李斯判断 偷渡客是个海军 而且是个逃兵 他承认了自己逃军的事 之前本想坐船偷渡到加拿大 却被迫滞留在了这里 但他保证自己绝不是凶手 这时女员工发现 渔夫不见了人 李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的船 因为从一开始 渔夫就强调说 他放了一些钱在船上 但李斯追过去后发现 那里藏的并不是钱 而是一包大麻 渔夫看事情露了馅 就想对李斯动手 李斯放到他之后 打算先关进后备箱 等事情结束再送去警局 但当他打开费衣的车厢时 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具尸体 就穿着FBI的支付 与此同时 翟总在检查测谎仪的波动图时 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他意识到 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于是他马上到审讯室 从费衣的上衣口袋中拿出证件 发现证件里面是空的 根本就没有照片 这就证实了他的猜测 但他没注意到 此时费衣就站在他身后 他用枪指着翟总 问他是怎么发现的 翟总说 刚才费衣在审讯期间 曾经趴在桌子上休息 无意间碰到了检测仪的针孔 暴露了他当时极快的心率波动 当然 那并不是紧张 而是他假扮新身份的兴奋 凶手把翟总压到仓库里 说他在冒充了洛林斯一段时间后 这个叫费衣的坦员就找了过来 他一直对失踪案穷追不舍 但他竟然一个搭档也没带 最方便的办法 就是把他直接干掉 反正自己也要找个新身份 就顺便当他探员也不错 没想到 李斯这么快找了过来 他只好暂且假扮废仪 刚才 女探长和卡姐交谈过 凶手以为他从队长里听到了什么 于是将他灭了口 说完 他取些隐形眼镜 戴上了翟总的眼镜 逼得开飞机把自己带出去 翟总知道 凶手把他当成了下个目标 他认为 自己比那些目标 活得更幼稚 翟总告诉他 他成不了自己 他喜欢救人 而凶手杀人 只是为了享受 他所说的 根本是种变态逻辑 见翟总不打算配合 凶手就准备对他动手 可惜这时 李斯顾着看后备箱 而被船夫偷袭 耽误了一些时间 幸好卡姐及时赶了过来 及时救下了翟总 两人正准备走出仓库 翟总猛然想起 凶手之前是穿上了防弹衣的 说完刚刚被打倒的凶手 站了起来 正要开枪之时 比车从身后将他击毙 卡姐有些愧疚地看着他 刚才在路上 他们才超过一架 卡姐因为内部调查的事 而开始不信任比车 甚至在他赌气加速时 还差点对他动了枪 这件事后 两人的关系缓和了不少 虽然差点被一副射死 不过李斯还是很高兴 这个案子证明了 极其并没有错 他预测了一名 联婚杀人犯的行动 而翟总却不这么想 极其确实沉默了三天 如果他没有问题 应该能给出 飞翼的号码 他们就能及时 救回这名探员 翟总感觉 一些不好的事 即将要发生 因为风暴来临前 总是平静的 以上就是一番追踪 第二集第17集 更多好看的按键 陆续更新中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